每天大概四点多来准备 然后五点开 做到大概快十二点 差不多 八十二年次的曾静体 刚创业不到两个月 为了要分摊佳季 十六岁就开始工作 他尝试过许多行业 但薪资始终维持在三万块上下 在低薪的推力下 兴起他创业念头 现在上班族很难大幅突破 薪资水准及职场现况 在三十二厘的压力下 让曾静体想冒险一试 靠创业增加收入 不过面对不景气的大环境 创业赚的钱真的有比较多吗 现在的鸡蛋 鸡蛋也在涨 然后现在也没有变比较便宜 还是快两倍的价钱 扣掉这些成本跟租金那一些 其实扣下来这样子 目前还是上 跟外面的上班族的薪资 是差不多的 当代青年面临低薪与失业 双重困境 根据劳动部统计 我国十五到二十九岁青年中 去年失业率百分之八点三八 其中二十到二十四岁的应届毕业生 失业率最高达百分之十二点三六 等于每八人中就有一人失业 是整体失业率的三点三七倍 政府在今年二月就推动 投资青年就业方案第二期 扩边预算至一百六十亿元 要协助八十万名青年就业 但真的有办法改善 青年长期以来的低薪环境吗 为了解决年轻人的低薪困境 劳动部日前推出 投资青年就业方案第二期 目标在2026年 应届毕业生毕业一年后的 平均薪资从三万九提升到四万二 不过目前大多的大学毕业新鲜人 起薪只有三万二 一年后要提升到四万二 其实并不容易 我想大学毕业生目前的起薪 大概没有像他所讲的三万九这么高 可能我所理解大概三万二三万三 我是觉得如果可以把这个KPI 能够跟你的整个政策的措施的内容 做更紧密的结合 有一些分项的指标的话 我想对于未来的政策评估 或者是未来的政策的检讨修正上面来讲 应该能够产生比较大的回馈效果 整个方案的一个首要的重点 是希望针对重点的产业 可以来做人力的培训跟引导青年 可以来投入重点产业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那这个一个好处就是说 它有更多的一个技术性跟从事薪资相对高的这样的一个产业 可以累积它未来持续优化薪资的这个能力 劳动部鼓励青年离开低薪工作 转而投入高薪产业 但专家认为服务业长期薪资结构偏低 政府同时也该思考如何提高服务业的薪资条件 若只着眼短期成效无法对症下药 只是脱胎换股到高薪产业发展有比较好吗 有青年团体认为政府鼓励年轻人投入半导体等资通讯产业 虽然薪资优渥 但相对来说却要承受高工时的压力 忽略高薪行业背后所带来的隐忧 但是我们看到IT的产业其实是非常辛苦 他比如说随时on call 或者是连周末他可能都必须要有部分的工作在完成 甚至在这地方如果你要租房子还是很困难 对于年轻人来说他要如何有这样的动力 因为这样看起来薪资比较高 年终比较多 就被引导到IT的产业 我觉得还是有困难 就读科系确实会影响就业出路 但想要根本解决低薪缺工等结构性问题 政府大撒币思维恐怕只是浪费公帑 治标不治本 TVBS新闻 颜月生刘燕轩台北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